吉林省相关部门4月21号凌晨通报 4月20号下午1点26分 吉林省河龙市沁兴煤矿发生了一起瓦斯爆炸事故 当班作业73人经全力救援55个人安全申请 其中12人不同程度受伤 事故造成了18人遇难 亚安地震全国关注 吉林矿难显然被大事化小了 18人遇难的一起煤矿事故 就这么短短的几句话通报 而且是最神秘的吉林省相关部门 真心希望事故的处理不会小事化了 还记得3月29号和4月1号 吉林八宝梅夜公司的两起瓦斯爆炸事故吗 两起事故总共造成53个人遇难 其中第一次爆炸事故的遇难人数是36人 而不是散报的29个人 满报了7个人 为什么要满报 当然和利益和责任有关 根据规定 世界死亡的安全生产事故分4个等级 分别是一般事故 较大事故 重大事故 特别重大事故 一次死亡30人以上的事故 就是特别重大事故 所以说当初这家煤矿 把散报的死亡人数控制在29人 是故意的 事实上 但凡瞒报都有这方面的考虑 在利益和说谎面前 很多人习惯性地选择了说谎 这一次应该没有说谎吧 4个人 4个人 4个人